一段在十字路口的婚姻 去向何方呢 掌声有请 有请 男嘉宾阿超27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女 嘉宾小于29岁 来自江西是一名培训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女生好 欢迎两位 谢谢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 实际这是一个悬崖边缘的婚姻 我这么理解对吗 对 男生是想放弃对不对 是的 女生还想挽回是吧 对 孩子是八个月对吗 对 男孩女孩 女孩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女生想挽留这段婚姻 是因为女儿 还是因为还爱这个男人 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吧 男生 今天要来意味着什么 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 能解决我心中的这些困惑 好 我们两个认识是因为通过一次 这个聚会 一段时间之后 呃 那我就因为工作方面的关系 跑到国外去了 跑到国外去了之后呢 他让我回来 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就是我觉得挺感动的 我也回来了 我们就把婚结了 之后他是跟我一起去国外了 在国外期间 我们两个吵过一次价 是因为我跟客户去吃了一顿海鲜 他说价格太贵了 嗯 因为刚开始去那边嘛 收入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 吃一顿海鲜花好几千块钱 我心里还是蛮心疼的 回去之后我就一直在说他嘛 说他很不高兴 他就说那我们不合适 然后我们就离婚算了 把孩子打掉 那是第一次跟我提离婚 那个时候的孩子的话 才两个多月 这算是企划吧 确实算是企划 如果说那样就离开了 可能有点可惜 但是后来的矛盾就越堆越大 对不对 后来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们走的是商务签嘛 我只能在国外待三个月 待三个月之后呢 我就回国内待产了嘛 然后矛盾的引爆点又是说 我回国待产之后 到了八个多月吧 他也从国外回来了 然后我就说 生完宝宝之后 你再去国外这样子 后来这段期间 他也答应我了 然后他就玩游戏嘛 花了蛮多钱的 然后那一次 我们又吵了一架 但是好像他没有提离婚 等于在你孕期八个月的时候 对 先生从国外回来 我回来 他说你不要工作了 陪我 其实我那时候跟他说 我说后面的话 如果说我不工作了 我们的婚姻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经济来源 一旦断了很麻烦 他说没事 等他生完这个孩子之后吧 第二天我记得是 然后因为一件小事 就是我内心就憋不住了 什么事 就是因为换掉布的事 他母亲说用纱布 我觉得用一次性的 我把那个纱布 就扔到垃圾桶了 他妈就觉得不同意嘛 我内心是不愿意的 因为他还在医院 我就坐到外边去了呗 坐到外边去了之后 他一直给我发微信 就说对我妈尊重一点 我当时我就 我这里打断一下 因为他对我母亲的态度 非常不好 出言不逊 我们就在微信上吵起来了 吵起来我就按耐不住 之后的话就是把我哥啊 然后把他父母啊 都叫过来了 后来他又跟我提了离婚 这是第二次 一场尿不湿引发的风波 事儿搞得很大是吧 我父母那边呢 原来是想在那边 可能多待一段时间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回北方了 然后呢 我在他家那边 待了大概一个多星期 我也就回到了北方 回到了北方 我想去转型 做一个销售的工作 然后在转型期间呢 我问他想不想来北方 他说北方我是不会去的 没有 期间其实还发生过一些事 就是在他母亲 来我家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跟宝宝出色嘛 然后他母亲 带了一些钱给宝宝 其实他母亲这个钱 没有给到我 就是给到他了 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然后他还继续跟我说 他没有钱 然后我又给到钱给他 让他去北方发展吧 这样子 我要解释一点 就是说我母亲给的那个钱 因为包括他家给的所有的钱 我都交到他手里了 我手里如果说 我不拿我母亲那个钱 我是没办法出去的 是没有吗 然后在 他母亲来之后那个钱 是给到他了 没有给到我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清楚啊 对 是给到他了 婆婆来之前 有没有给你打钱 给了 给了 对 婆婆来了之后 又给了一笔钱 但是他没给你 对 给他 这个事儿其实 我不后来 我不跟他说 他根本不知道的 等于就在女儿出生 一个礼拜之后 你带着母亲和妻子 给你的钱 又去北方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件事情 我们就摆在这儿了 OK 下面我就特别问一句 两位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因为我上班了嘛 孩子的费用 我妈的费用 孩子看病的费用 孩子的奶粉 全部是我一个人负责 是你 先生呢 基本上底薪是非常低的 大概就是两千多块钱 不是他去北方的吗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是也是去了他家的 可能就是说 涉及到南北的一个差异 他家的热水器坏了 然后提前我跟他母亲沟通过 我说我要去你家了 你能不能装一个热水器 因为我们南方人 是每天都要洗澡的 这个事情我提前半个月之前 就跟他说了 但是他母亲就一直没有换 你知道吗 然后去他家 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他又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跟我提了离婚 后来我又回到我家那边了 我就再也没有去北方了 好 所以你现在在哪生活 我现在在深圳 你母亲也在深圳 对 刚才这个事情 我能解释两句吗 期间发生什么呢 他查我手机是随时可以查的 但是呢 我说要看一下他手机的时候 他不允许看 然后呢 他把我家的门 踢碎了 因为他跟他前女友联系 然后他还跟他前女友 说我的不好 说我贪钱 所以我就看得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 我就我就把他删掉了 然后的话就跟他吵架 是这样子的 所以才引发的矛盾 所以然后他就说 你要看我手机 那我也要看您手机啊 然后他也经常就是 会在网上啊 跟陌生女的聊天 有的时候是附近的人 有的时候是别的一些 社交工具嘛 现在社交工具这么发达 通讯这么发达 甚至还约过人出来吃饭 这种事情都发生过 南医生你回应一下 之前有 确实有 有 对 现在心回来了 现在 现在他还在摇摆不定 嗯 我觉得就是他的心也不在我这 他的心在哪 他的心在他前男友那 其实并没有 只是因为他经常跟他前女友聊天 然后又跟网友聊天 然后说实话对我打击很大 因为他在载而三的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说 我现在混得这么惨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没有气质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就是说我的家庭可能给不到他想要的一些帮助 嗯 然后经常这样子侮辱性的去骂我 然后你怎么就跟你的前男友就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跟我前男友除了好几年 我们都没有吵成这个样子 我说为什么你老是 就是说 呃 跟我吵架 然后还是觉得 呃 就是北方男人可能大男子主义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不不扣定啊 就是北方怎么样 我们只能说这个男人 这个就是他大男子主义非常严重 又是说我不做饭 就是给我 说的就是我很 所以接下来我 我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俩啊 我大概还有 三个问题 我我就问完了 让我们老师他们看怎么去解决啊 我第一个问题 是一共通的问题 既然双方的前男友和前女友都那么好 当初为什么分开 就是因为我跟他谈了很多年 然后的话 他能不在中国 在国外 还在读书读博吧 可能我这一边 也不想继续再等他了 是因为他不娶你 对 男生 你跟前女友 就自己不够优秀 自己 自己脾气不好 或者自己 不够努力 我再直接问吧 谁踹的谁 人家踹的我 第二个问题 女生给三个你还想要这个婚姻的理由 把孩子剔除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长得蛮帅的 蛮高的 帅 第二 第二个的话 他正常情况下 就是不是脑汁 发热的情况下 其实对我还是蛮好的 第三 第三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 确实 我还是爱他的 我还爱他 好 三层 我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你给我三个你一定要离婚的理由 给三个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有些婚前的一些事情跟我说谎了 好 不诚实 不诚实 这个事情是指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是学历的问题 第二个他家庭经济情况包括状况的问题 就差距太大 你爱一个人跟他家庭条件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块我也不是很在乎的 你不在乎为什么说离婚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 你一定很在乎 不要你说三个 可能我真的是很在乎 你第一条说的就是他在学历说谎 他在他的家庭经济背景上说谎 对吗 对 OK好 第二个理由 离婚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两个人价值观不一样 通过他我了解到就是可能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 好 短期可能就是收入有所下跌 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要大于孩子 大于父母的 他不能从这个观点 好了 我再问一个双方共同要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算抢答题 如果离婚孩子归谁 孩子归我 他之前说了也是如果离婚的话孩子归我 是吗 女生 我是想等孩子大一点之后再归他 大概到什么时候 三岁左右吧 就是你会把抚养权给他 但是你抚养孩子到三岁再转给他 是吗 对 为什么要三岁以后 因为我宝宝现在太小了 给他我不放心 说实话 因为我觉得 就是从孩子出生这么久 他基本上就是没有照看过的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 男生我问一下 孩子如果真的跟你实际是跟你父母对吧 不是 我在我老家哪怕是少赚一点 我要给我女儿足够的 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你们两个一起去回你的老家 虽然你们挣得少一点 但是不是一家人还团圆吗 这个解决方案 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婚姻方案里面提到过 或者设计过吗 女生有过吗 因为在他家发生挺多不开心的 然后有一次我是 就是前脑也没有带 手机也没有带 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说要跟我离婚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下车了 然后我带着 我抱着孩子 我不知道去哪里 手机也没带 前脑也没带 然后的话 我不想是这样的 我连他家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不会去北方 就是我向他道歉 因为那个时候 是我 我这么问你吧 如果他愿意带着女儿 跟你一起回到你的家乡去生活 你们可能挣得少一点 你还愿意要这段婚姻吗 我肯定会要这段婚姻的 肯定会要 女生是一定打死不会去他家的 你害怕如果在那个地方 你受到了欺负的话 就更加无依无靠了 是吗 对 没有任何人帮助 然后我跟他吵架 他妈妈 我真的哭 我就说 我想离婚 但是不知道我孩子怎么办 他妈妈就说 不要哭了 很大的声音跟我说 不要哭了 我不想再这样了 那他母亲有没有说到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当你说到要离婚的时候 他母亲就说 叫我不要离婚 他不是不给钱 给我跟孩子吗 他妈妈给 但是事实上 他妈妈就一直都没有给 就是 就是他妈说到的很多话 其实一个都没有做到 我 他从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 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也没有给过孩子一分钱 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家庭在支出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 不仅这样子 就在这一段期间 我还是不断的给他钱 不是他给我钱 好了 所以 为什么还要这个婚姻呢 可能就是害怕吧 觉得离了婚 不好 因为我 我的整个家族 基本上也是很多人离异的 嗯 然后看到 他们的宝宝 非常非常不开心 然后孩子也不愿意回家 我觉得他们 就是 我那些亲戚的孩子 我就很可怜 我不想 让我的孩子 走他们的老路 好 我要问的问题大概 就是这样了 剩下的 我们来交给我们的三位老师 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女士 其实你的感受都是对的 她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感情 和爱在你身上 我知道 如果她 对我有爱 她就不会一而之再而三地 在网上 约人吃饭 更能聊天 然后 还跟前女友 说我的坏话 跟她的同事 朋友 说我爱钱 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自从她离开我家之后 真的都是我一直在 经济方面 都是我一直在帮她 而不是她在帮我 她还说我要独立 其实我一直就很独立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她的心既不在你身上 也不在孩子身上 也不在你这个家里 对 先生 你给我的印象 非常不好 你说这个女儿要归你 似乎想告诉大家 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但是在这段婚姻感情当中 我没有听到 一丝一毫你的责任 负在了哪里 从你这短短几个月就闪婚 到你婚后所有的表现 你既不爱她 又不愿意负责 你压根就不应该 和这个女人走到一起 让她怀孕生孩子 造成现在的状况 这个女孩 其实心里很简单 她要的也不多 她只想要一个 简简单单的家 她并没有期许 你给她多少物质 给她多少担当 她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不断地拿钱出来给你 所以我觉得她很可怜 而你正是因为 她的这份简单和可怜 把自己摆在很高的位置 但你的责任在哪里 我一点都没有看到 都是二十多岁 快三十岁的人 有了孩子 我们能否放下 自己心中的执念 所谓对经济 对爱情的追求 抬眼看看对方 看看这个男人 这个女人 是不是真的能够 慢慢走进我的心里 你们连压根看都没看对方 我觉得 与其去找另外一个女人 或者男人 不如你们互相去感知一下 认认真真的去练个爱 如果真的不合适 我觉得可以分开 孩子谁带 我告诉你 明确告诉你 你要三岁之前 不想把孩子给他 三岁之后你更给不了他 感情是越来越深的 母爱是越来越浓的 他觉得他离开我 他能找一个家庭条件更好的 能够就是他创业或者是怎样 能给到他支持的 他一直跟我说这话 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说这个话 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的话 无论是现在的婚姻 还是以后的婚姻 都不会得到祝福和幸福 所以真的 我的建议就是 你作为一个男人 抬眼认真看一下他 去努力经营一下你们的情感 创造你自己的财富 好 谢谢 来 胡老师 你们认识的时间很短 就闪婚 你们彼此没有一个磨合 和彼此了解的过程 你所谓的说的骗 其实不过是你不了解 然后你们很快结婚 进入到了育儿阶段 那育儿阶段 这个时候多了一个角色 我们的彼此的角色 也发生变化 包括经济情况 家庭结构 双方家庭的渗透 错综复杂 表面上看 你俩都很理性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 我从来不这么看 一个理性的人 无外乎是 你把感性给压抑在 一个冰山之下 没有表达出来 其实你们都很感性 所以你们的冲动行为 和过激语言 其实都在隐含着 表达你们另外一种不满 在某些层面上 你们俩其实是同一类人 你讨厌他 你讨厌他 其实你们讨厌的都是彼此 那个真正的自己 在我看来 你们俩其实 不过就是在赌气 在变一个输赢 你知道吗 在很多 甚至在法院 判离婚的 这个夫妻 他们其实 只是为了坚守赢 最后把感情扔一边 把孩子扔一边 把过去种种都扔在一边 尤其是南方 赌气行为更加明显 你下面要做的事情 我还要是想证明 你说的是错的 其实我还可以 想一想有没有 还有他跟我说 如果我不跟他离婚 他就不会负责孩子的抚养费 还有就是 我不是跟我家庭 就是借了一些钱给他吗 他说他也不还 这样子 这一切 婚姻不是手段 生活才是目的 但你们都把婚姻 当成了手段 我为什么说 你把婚姻当成手段 是因为你想用婚姻 来安排自己 想尽快结婚 正好碰上一个 长得还算不错的 就把自己安排 这是你把婚姻 当成手段的 一种使用方式 但是对于男生而言 他把婚姻当成手段 是想用婚姻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前女友虽然把自己踹了 但是希望能够 找一个家世好一点的 又想长得 比较漂亮一点的 来证明自己 改变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借女方的 经济实力来 帮助自己创业 对吧 对初是有 确实是有 所以说你们俩 都把婚姻当成了手段 但生活才是目的 你明明知道 其实在一开始 你们就不适合 但你为了迅速地 把自己快速地嫁出去 你还是选择跟他结婚 你可能觉得 生了孩子之后 把孩子也当成一种手段 能够挽回一个男人的心 让他把心停靠在家里 但事实上你是错的 我为什么说 你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男人 我觉得男生太虚伪 你别看他上台之后 特别地礼貌 你别看他 在跟你的描述过程当中 数次的都说 我好像想负责任 我特别想要孩子 我会独自把他带大 我认为这都是虚伪 这不可能 你说这些话 你自己内心都不相信 为什么 你说了多少次分手 离婚 你说了四五次不下 孩子刚刚生下来 才一个星期 所有的男人都还沉浸 在做父亲的愉悦当中 你既然选择了离开 你也舍得 而且简简单单的 这么一段婚姻 拥有了孩子 拥有了家庭之后 你居然不断地 在社交网站上 跟别的女生 或者跟前女友 撕扯不断 你说你想要这个家吗 你根本不想要这个家 包括像刚才女生所说的 今天早上你都还在说 如果不离婚 我就不给你孩子抚养费 那是你的孩子 你们俩的孩子 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说你扪心自问 你想要这个家吗 你不想要这个家 你也不爱这个孩子 你爱吗 我爱 你爱 那为什么在他生下来 才一个星期 你就会离开呢 我要去赚钱 即便赚钱重要 你也不过于迫于在 孩子刚生下来 在一个星期吧 才一个星期 你还没有看够他 我是没有看够他 所以说 其实你扪心自问 你并不爱他 你心里是多么的厌弃 这段婚姻 多么后悔这段婚姻 你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 在一个女人 为你生了孩子以后 才八个月 在哺乳期间提出离婚 你说你是一个 什么善良的男人 你是有多爱这个家 有多爱孩子 我根本不信 刚才主持人让女生说 给三个理由 告诉我 你想要留下这段婚姻 可能其中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她非冲动的情况下 对我还算是不错的 但这三个原因 听起来都那么苍白无力 这不像是对一个丈夫的要求 这只是对于一个 同伴的要求而已 这种标准太低了 而对于男生来说 他离婚的首当 奇妖的目的 居然还是 所谓的骗 所谓的谎言 所以我说 这个男人的心 根本不在家里 也不在这个婚姻上 他非常后悔 有这段婚姻 今天不离 迟早 他也会 就像你所说的 他始终觉得 是你阻碍了 他将来的发展道路 但将来更会说 是你跟孩子 拖累了他 一个能够说出 这样的话的男人 还谈什么很爱孩子呢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 真正的把生活当成目的 把幸福当成是目的 我希望你说实话 待会儿 就这样 男生有一个观点 大概是对的 人类社会学排序当中 被排在第一 紧密关系的 是家庭 是夫妻关系 但是您不能说 你认为这是对的 你不那么做呀 如果你们还愿意尝试 我建议你们 再尝试一下 问几个问题 供你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 在现有的收入条件下 如何安排这个孩子最好 我的这个最好有一个 前置条件 是我们俩 不管分孩子不分 都对这个孩子最有利 这种方式 你们挑一种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后面那些压力 你会发现 还真有可能被解决掉 你们想去吧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我们不在你的环境里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回答 你们现在 先把第一个问题想好 孩子的问题 想完这个问题 你们再说婚姻的问题 因人而尽 随你们怎么样 因为那是你们自己的生活 来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思想 如果你能够改变 那些坏毛病的话 我觉得 我们可能还有希望 但是 如果你还是 还是这个样子 可能我真的就是 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我真的过得很累 和有家庭的重担 都是我一个人在承受 我觉得我有点自身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们俩 其实聚在一起不容易 不论怎么着 我也非常感谢能遇到你 有所成长 然后遇到你 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我对萌萌的爱也是真的 我对你的爱也是真的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外事打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外事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在这个现场 此刻做出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 有请 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在爱你 等着 以后会好好对你 好吧 我不会说这些 这些话 好好征服 以前说我不对 好吧 都会好好去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好 不想确定日期 来亮灯吧 把孩子打掉是你说的 对吧 是我说的 离婚是你说的 说说的 不给孩子抚养费 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所以我特别想 我明白 像你这样一个 如此优雅有礼貌 对孩子那么轻易的人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说拜托你活得真实一点 好吧 好 谢谢 其实我是图类老师的 那个粉丝 关注他好多年了 就知道是你 你做好你的妈妈吧 回吧 行 谢谢老师 在爱里 照着你 未来